十三阿哥当然也明白这些 但是他还是要决定成全自己妹妹的心愿 他的想法在跟康熙提请求之前 就跟蓝静说过了 他说 身为皇家的公主 自己这两个妹妹很有可能将来是要嫁到蒙古去 自己即使再想办法 也未见得会改变他们的命运 只好在此之前尽量地让他们过得快活了 蓝静本就是对这两个小姑历史上的命运抱着同情 自然对十三阿哥的想法深表赞同 并且帮着他一同去说服敏妃娘娘 敏妃娘娘自然是心疼女儿的 所以在十三阿哥一再保证自己会小心谨慎 不会让自己出事之后 在蓝静说 反正已经是招人眼了 也不怕再多招一些 说不定别人还会因此认为爷太重感情 而觉得他够不成什么威胁 以及 额娘一直在深宫之中 难得有机会会让爷和儿媳静静静笑 难得会让华阿玛允许妹妹们也出来 这种一家人一同出游的机会 以后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 之后他终于点了头 将称病的决定放弃了 敏妃娘娘没称病 却另有别人称上病 这个人就是巴弗金 可能是因为康熙最近对八阿哥也有些宠爱之意 也可能是因为巴弗金的身份比较高贵 还有可能是康熙也想让梁嫔娘娘感受一下 与儿子儿媳一同出行的乐趣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 只带蓝静一个皇子弗金太过扎眼 不管是为了什么吧 反正康熙将巴弗金也列入了随行的队伍 可就是在出发的前两天 也就是四伏静到十三阿哥府上 接走红灰的同一天 八伏静突然染了病 经太医看过之后 说需要卧床休息至少十天 这下塞外自然也就不可能去了 于是此次出行 随行的皇子弗金最终还是只有蓝静一个人 因此也让十三阿哥一家更加的惹人注目了 但是现在蓝静却没有顾得上想这些 他现在的注意力可全都放在了门口的马车上 你是说 蓝静用手指着那个马车 一脸惊异地问着十三阿哥 你说的那种马车 你已经让人坐出来了 这个就是 是啊 十三阿哥点头笑着 紧赶慢赶才终于赶出来呢 里面可以折出卧榻 有暗格 蓝静睁大了眼睛 都有 你说的气垫也做出来了 确实是可以减轻震动 这下你这一路上可是舒服了 然后又装模作样地感叹了一声 只可怜呀 我还要在外面骑马任由陈飞扬图满面的 那切身就邀请爷一起乘车如何 蓝静心中欢喜 眉眼也笑得弯弯的 让其他兄弟们也好生羡慕羡慕爷 免了吧 我可不想被人笑一路 这个邀请且留着 早早晚晚我一定会用啥 还以为做不出来呢 没想到爷却给了我一个惊喜 谢谢了 蓝静高兴地对十三二个行了一礼 又围着马车转了一圈 忽然想起一件事 忙对着十三二个说 等一会儿与额娘和妹妹们会合之后 把气垫送到他们车上吧 放心 宫中的车我不能去改 但是气垫却准备了好几个 除了额娘 田燃 欣燃 黄阿玛和依妃娘娘 德妃娘娘 还有良品娘娘也都有的 还是爷爷想的周全 那咱们就出发吧 别去晚了 不好看 好 出发 十三二个的一声令下刚刚出口 那边就传来了一个声音 十三叔 四哥 红灰 十三二个转过头去看 只见四二个带着红灰下马走得过来 四哥 你怎么过来了 十三二个忙赢了过去 不是说直接去唱唇员的吗 四二个先对蓝静和首回礼 然后才对十三二个说 我有事要跟你说 就找你来一起上路 那咱们边走边说吧 红灰 蓝静冲红灰招了招手 十三婶新得了一辆好马车 咱们一起坐 不用了 我跟奥姆和十三叔一起骑马 傻小子 要骑马 这一路上的时候可多了 我这车 你以前可是从来没坐过 不 我是男人 男人都是骑马的 瞎说 蓝静心下付费着 康熙就是坐车的 红灰 四二个这个时候发话了 我跟你十三叔有话要说 你先跟着你十三婶坐车 等到了畅春园 看到你十五叔和十六叔 这次是骑马还是坐车 他们要是坐车 你就不许骑马 那要是他们骑马呢 红灰忙问着 蓝静心下一探 这孩子可不是笨吗 你若是不问这话 十五阿哥和十六阿哥骑马的时候 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骑马 可是你这么一问 就容易出变故了 那要看你十三叔怎么说 果然四阿哥加了个限制 他让你骑马你就骑 他让你坐车你就坐车 看红灰脸上 瞬间呈现的表情就知道 他对自己 居然会问出那样的话来 而无比地后悔 随后看向十三阿哥的眼神 又是无比地期待 等到那儿再说 十三阿哥却并没有马上表态 赶紧上车 四阿哥瞪了红灰一眼 然后一点也不外道地直接发号施令 出发 虽然十三阿哥准备了很多的气垫 但是从畅春园出发的时候 却是一个也没有送出去 包括敏飞娘娘在内 她也是一个字也没有提 开玩笑 黄家的马车那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并且检查了又检查 凭你是谁 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往里加东西 否则出了事 大家都说不清楚 更何况 现在出发在即 各私职人员都在紧张地 认真地忙碌着 十三阿哥也绝对不想在这个时候 弄出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来 允许了红灰骑马 看他一脸的惊喜 连连点头答应 只会在自己附近 绝对不跑远 十三阿哥也不由地笑了起来 不过随后十阿哥的一句话 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一会儿回去就搬到你府上去的话 让十三阿哥的笑容有些发僵 寻了个机会 悄声地拜托四阿哥 在自己夫妻离京的这些时候 帮忙照顾一下他的府邸 在十阿哥闹腾得过分的时候 千万要帮忙去压制着 该叮嘱的叮嘱了 该告别的告别了 大部队人马也就终于开始启程了 从畅春园到第一个铸臂之处 汤山的这段路 只有兰静一人享受了气垫的防震功能 再加上车内的软榻设计 更是让他把今天早起缺的轿给补上了 所以其他人下车或多或少都是疲累之态的时候 兰静却是很眨眼的精神异议 那你这孩子的精神倒是好啊 敏飞娘娘看了看来扶自己的兰静 倒好像没有经过马车劳顿一样 兰静会这样可是有敲门的 兰静冲着敏飞娘娘眨了眨眼 现在大家正在安顿 说不定黄阿玛还有什么旨意 所以也不好离得太过远 等一会儿鹅娘有空闲了 兰静带着鹅娘去探宝 什么宝啊 欣然挺有兴趣的说着 我也要去看 去 当然去了 兰静笑着点头 本就打算叫上两位妹妹一起 这个宝也有你们的份呢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什么秘密 田然疑惑地问着 是你哥让人去做的 昨儿个儿才赶出来 鹅娘和你们用的都是宫中统一配备的东西 之前在唱春园的时候 他也不好去动 就只能先便宜我了 兰静笑着说 欣然急着问 不好动什么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嘘 兰静用食指竖在了中间 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佛约不可说 鹅娘 你看嫂子了 欣然气得直跺脚 你也太心急了 敏菲娘娘对欣然笑了笑 摇了摇头 蓝静不是说 一会儿就带着咱们去看吗 既然是一会儿就要去看 那先告诉我们应该也无妨吧 田然笑着说 看欣然急成了那个样子 嫂子你就别卖关子了 不是我卖关子 那事物说起来简单 但真的要体会她的好 却要亲身地感受才行 提早说出来 只怕一会儿你们去世的时候 就少了一分的惊喜 那嫂子你还是别说了 田然笑着说 欣然虽然性子急 却也是很喜欢惊喜的 我可不想破坏了她的乐趣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欣然看着蓝静 又看着田然 然后小鼻子皱了皱 你们俩一大一唱的 不就是想看我着急的样子吗 哼 我偏偏不上这个当 一会儿看就一会儿看 不过 话可要说在前面 如果那个事物 不能让我惊喜的话 那嫂子 你可是要陪我 怎么是我陪你呢 蓝静睁大了眼睛 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这事物 是你哥找人做出来的 如果真的让你觉得 相见不如怀念 那你也去找你哥去陪咯 哼 偏不着我哥 就找你 欣然冲着蓝静 做了个鬼脸 我哥的东西 我得的多了 现在我就想要 嫂子你的 行 算我怕了你了 说吧 又看上我什么东西了 嫂子的东西 总是花样翻新 我怎么知道 你现在有什么 欣然笑着说 你只管捡那些 新奇好玩的 送我就是了 不是说陪吗 怎么改成送了呢 蓝静摇了摇头 不管是陪还是送 欣然很理所当然地说 反正不都是要给我的吗 我倒不知 咱们的石公主 居然有仙剑之名了 蓝静瞅着欣然 笑眯眯地说 还没有看见的事物 就知道 她不能给你带来惊喜 当嫂子 可不带这么小气的 天然笑着帮欣然的枪 我们没有点名 要什么贵重的东西 给不给 给什么 全品嫂子的心意吧 罢了罢了 我是说不过你们俩 只能甘拜下风 且等我好好地想一想 并给你们一些 好玩有趣又别致的东西 就是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欣然高兴地点了点头 我先谢过嫂子了 就这么一路谈谈说说的 在行馆仆人的带领下 蓝静一行人 先去看了两位公主的房间 只见他们带出来的宫女 正在指挥搬行李进来的人 如何摆放呢 看他们安排的还算是稳妥 蓝静等人就转而 往敏妃娘娘的住处去了 同是嫔妃 敏妃娘娘的住处 与怡妃娘娘 德妃娘娘等人 自然离得不远 所以会在快到地方的时候 听怡妃娘娘的呼唤 也就不足为奇了 顺着方向看去 见怡妃娘娘正坐在树荫底下 冲着这边招手 身边还坐着德妃娘娘 与一个已经站起身来的 良品娘娘 你们倒是先过来了 敏妃冲着他们那边走了过去 蓝静和两位公主 自然也赶紧跟上 我们可比不得你有福气 怡妃娘娘笑着说 没有女儿儿媳 围在身边乐呵着 只能腿快一点 只是快了也没什么用 现在那屋子里 可是下不了脚 估计你那边肯定也是一样 敏妃妹妹 还是坐下来与我们一同闲聊吧 去叫人再搬起把椅子来 建敏妃娘娘含笑 在原来的良品位置上坐下 怡妃娘娘又吩咐自己的宫女说 蓝静 等到椅子来了 大家都坐定了 茶也漆上了 点心干果也摆上了 怡妃娘娘笑着 先对蓝静说上了话 说起来 这是我们第二次结伴出行 皇上东旬的时候 你给我做的那副手套 谁看了都说好 我也一直都用着呢 那时我就在想 这么个聪明伶俐又巧手的丫头 也不知道会被哪个又服气的得了去 不想却是咱们的老十三 现下咱们可是一家人了 姨母飞实在是把蓝静说得太好了 蓝静不好意思地说 倒叫蓝静觉得脸都没出歌了 其实蓝静捉扮得很 那手套也不过是仗着新奇的样子唬人罢了 难得姨母飞喜欢 这也是蓝静的福气啊 哎你们听听 这嘴皮子溜的 随随便便的就说了这么多 德飞娘娘微笑地说着 若是这样还说是捉笨 那我们岂不就是傻子了 德母飞也来取笑蓝静了 蓝静还是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其实蓝静就是因为捉笨 这才话多的 因为别人一两句的话就能说明白的事 蓝静却得说上一大堆 也未见得会说到点子上去 这叫什么来着 蓝静停了下来 皱了皱眉 想了想 然后做出恍然的样子 哦对了 是叫言简易该和废话连篇 所以蓝静倒是觉得 话少的人应该是更聪明 您看看 那沉默是金和闷声发大财这两句话 不都是在说 这说话少的人才是最占便宜的吗 看我 蓝静说完了这番话之后 又有些懊恼地捂着自己的嘴了 越说自己话多 却又说出了这么多 可见得蓝静确实是个笨蛋 并且看笑了敏妃娘娘 恶娘 你说是不是 你当然是个笨蛋 敏妃娘娘笑着说 你在姨母妃和德母妃面前 本就没几个配成聪明的 更何况你这个傻丫头呢 不过 我也是就喜欢了你这点 再说 你那话虽然稍多了一些 却倒还都是在说实在话 想来你姨母妃和德母妃 应该也不会怪你的 不怪不怪 德妃娘娘只是淡淡地一笑 姨妃娘娘却把话头揭露过去 又转换了一下 我也是个爱说话的 又怎么会来怪蓝静呢 不过 蓝静早起我见你的时候 感觉你还是疲累之态 当时我还想着 必是晚上没有休息好的缘故 可是现在看 却反过来了 我们经过这一路的马车 都有了一些疲惫之色 而你呢 却反而神采奕奕的 这却是为何 难道说 你还在车里睡了一觉不成 要不 额娘说姨母妃聪明呢 蓝静笑着说 这一猜 就猜个正着 到底是年轻人 这瞌睡就是好 居然坐着也能睡着 额妃娘娘感叹了一声 又对蓝静说 只是以后 你还是要小心一些的好 不说车型 难免有些颠簸 容易碰撞到 只说这个落了枕 那可就不好看了 都超越来的 相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